注意,14号秋台小犬,北宜逼近,明发布海路径 早上明显降温,14号中度台风小犬 会只是小小一怒,还是秋台一怒? 小新正在逐渐接近台湾,10月2号今天中午 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京126.8度 俄兰比东南东方700多公里中度台风小犬持续增强 以不快的时速11公里,朝西北方向前进 中心气压950百怕 预估周三到周四台风最靠近台湾 登陆恒春半岛可能性很高 从云图看来气象鼠最快在明天发布海上及路上台风警报 受北方高压逐渐冬移,加上东北季风影响 银风面的北部及东北部,整体水汽幸好不多 雨势不会太大 中南部及花东地区 午后山区有热对流发展带来短暂震雨或雷雨 偶尔会有较大雨势 各地沿海地区要注意有7级或以上强震风 东部及南部海域更要注意有长浪发生 周三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有局部大雨机会,东部山区将有好雨 中南部则受中央山脉屏障,有零星降雨 周四,若台风中心是由恒春半岛向西登陆 东部及恒春半岛有好雨或好大雨 南高平也将转有短暂震雨,风势更为增强 要到周五台风离开台湾 各地因有短暂震雨 风雨的影响才会逐渐减缓 小心一弩哦 真实台风动态,台风追追追,相逢自视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观赏